迈向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 台肥最近也举办了研讨会 探讨台湾能源转型的关键策略 而其中一项就是发展轻能 从大地的肥份的一个提供者 要转型成能源的一个供应者 这个就是做一个转型 我们要增加两个除草 这个大概需要30亿 方向是绿氨 所以这个绿氨就是它在产轻的过程中 必须要用绿电 所以我们考虑我们去一些国家设厂 台肥董事长李孙荣谈到说 今年是轻能源年 公司也要跨足干净能源产业 而他也认为说以安置清 可以减少碳排 未来打算还要盖两座新的储存槽 来提供产业需要的能源 而这场活动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灿他也亲自出席 强调明年的净零转型预算 将会高达九百亿 要展现政府推动净零碳排的决心 麻烦米 再来个短片 我们先看好这样 我们先看好这样 所以我先看好这样 这种动作